那应该叫太医啊 叫朕有什么用 皇帝的回答罗盛没法应付 因为这句话很有道理 便将求助的目光落在了殷战然的身上 皇兄 太后是你生母 你应该去看看她的 皇帝看着殷战然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白手叫罗盛出去 七弟 朕有个秘密告诉你 你跟朕来 皇帝说着就拉着殷战然往外走 几次殷战然想将她的手甩开都没办法 两人一路穿过御花园 又到了湖边的甲山上 皇帝呵斥所有人滚开 救他们兄弟两人 七弟 你还记不记得 你五岁的时候 从甲山上摔下来过一次 不记得了 他回答得淡淡的 皇帝嗷了一声有些失望 其实 那是母后叫人推你下去的 你脑袋上当时都磕出血了 皇帝突然觉得很心疼 好像那伤势在自己身上似的 是朕去偷偷告诉敏妃娘娘的 母后不知道 殷战然眉头皱了皱 偏过头看着一脸真诚的皇帝 皇兄玩笑了 太后病重 臣弟陪你去看望太后 皇帝不动 而是冲着殷战然摇头 七弟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皇兄 臣弟小时候顽皮得很 你是知道的 所以身上受伤也是时常 既不大清 哪里是哪里了 殷战然一句淡淡的话 回应了过去 皇帝常常地叹了口气 皇兄说的秘密 就是这个吗 你知道少姑的身世吗 皇帝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殷战然只觉得心里抽得一疼 知道 他是母妃与 他是敏妃娘娘与父皇的儿子 他应该是十六皇子的 应该是跟你一样的清朗 殷战然的心里震惊不已 不是这个秘密 而是皇帝居然说出来了 他的震惊落到皇帝眼里 成了意想不到 而皇帝却笑了 他发觉说出这句话后 整个人都轻松了 皇兄 你这话何意 意思就是 当年的敏妃娘娘 是被人冤枉的 少姑不是野种 他是先帝的十六皇子 殷战然一把猛然甩开皇帝的手 皇帝哪里是他的对手 一把就被甩开的后退了好多步才停下 殷战然心里突然大乱 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是什么反应 七弟 皇兄你不要玩笑了 臣弟知道你想嘉奖臣弟 但当年的事铁证如山 不可违逆 殷战然说完大步就走 一刻也不想呆了 皇帝不知道殷战然是什么心情 而是看着他步子矫健地迅速离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 看得眼圈都湿润了 突然 他觉得眼前有什么白色的东西飘过 原来 下雪了 变天了 下雪了 冬季 来了 皇帝呢喃着这句话 殷战然一路上怒气冲冲地离去 直到到了宫门口 却因为先叫了人将情霜送回去 这会儿门口并没有他的马车 他便停在了那里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周围的侍卫完全不敢上去 现在的殷战然就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谁都怕 皇爷 一个试探的声音传来 殷战然回过头去 陆尚书在身后行礼 孤王马车很快就到 尚书自己先起 殷战然的涵养依旧 陆尚书也看出了他的暴怒 便也不敢再多说 行了礼便自己走了 他只觉得心里乱且痛 仰起头 天上不知何时已经飘起了大雪 他想起母妃自艺的那天 就是大雪天 下了好几天的雪 少姑也是在大雪天出生的 那时候的雪比现在大多了 他心里乱了 便也不等马车 自己迈步一个人而去 玉飘雪一个人在王府里百无聊赖 只觉得天气更冷了 阿大拿了披风进来给他披上 这才知道已经下雪了 玉飘雪突然就兴奋地跑了出去 外头果真下雪了 只是殷战然却不在 他便跑到门口去 马车里下来的却是丫鬟秦霜 王爷呢 他疑惑地问 秦霜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抖着身子道 王爷还在宫里 或许还在忙 你回去休息吧 我坐马车过去接王爷 玉飘雪说完话后人已经在马车里了 正常情况下 殷战然晚饭前会回来陪他吃晚饭 所以他就去接他 不想车夫却在外头开口 王妃 王爷在街上散步呢 玉飘雪疑惑地皱起眉 这样大的雪散步 一把掀开车帘 果然见到前方殷战然一个人 有些失魂落魄地走在街道上 他心里疼痛地不行 什么也不管 就一把冲地下去挽着他的手 快上马车去 玉飘雪挽着手 殷战然几乎傻了一般地任由他 拉着就上了马车 车夫便往回家 在外面逛街吗 想去哪里 顾王陪你 殷战然将他发上少许的白雪敷开 玉飘雪却伸手 把他一身的雪都敷开了 你怎的了 怎的一个人也不打伞 也不带斗篷 就这样在雪地里走 顾王无事 就是觉得有点累 那你倒在我身上睡 玉飘雪说着便坐开了一些 殷战然嗡了一声 倒下来枕着他的大腿 真的就睡了过去 马车走得慢 玉飘雪就这样抱着人 这还是他难得地这样抱着他 以前都是自己被他抱着 也不知怎的 他今天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你去守着你的心后便是 来看哀家做什么 哀家还没死呢 太后满心的怨气大吼 皇帝也没在意 只是令人兜出了屋子 便自己坐到了床边去 刚刚 朕把十六皇帝的事告诉七爹 太后才稳定下来的情绪 被这话一击 又吐出一口血出来 一双眼瞪得难以置信 没说什么 你个孽子 太后大吼 皇帝却无动于衷 深海把他五岁那年 母后令人将他推下假山的那件事说了 皇帝一双眼平静无波地看着太后 太后却恨不得活吃了皇帝 母后 你知道为什么当时敏妃娘娘 会那么快就赶来救走七爹吗 因为是朕跑去告诉敏妃娘娘的 你 你是不想当皇帝了吗 你不要忘了 东京整个国家的军权 都在那个剑中的手里 他若是知道了 一定会兵变的 太后猙獰了面目 一双手只剩下死死捏着皇帝钱筋的力气了 母后 你为什么不是担心七爹有没有伤害朕 为什么你在意的是朕想不想当皇帝 母后 你是不是怕儿子当不了皇帝 你就当不了太后 皇帝一双眼将太后看得心虚 她这才反应过来 她最在意的是她这个太后的位置 母后 你看到了吗 皇后也好 妃子也好 对朕这个皇帝来说 不过是一个玩具 你当年 到底是为什么就要那么针对敏妃娘娘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朕从来就比不过七弟吗 诗人事件后皇帝就彻底明白了 他从堕落到想明白 他觉得他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那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因战然施舍给她的笑话 难道你不想赢老七吗 难道你甘心输给她吗 太后的眼里充斥着血丝 她的一双眼快要变成红色了一般 母后 朕从来就比不过七弟 你比朕更先知道不是吗 母后 是朕想赢七弟 是朕不甘心 还是你想赢敏妃娘娘 还是你不甘心 太后只觉得自己心里一直锁起来的位置 一直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位置 就这么被皇帝一把毫不留情地掀开了 皇帝 你永远都是皇帝 母后 我就是条交笼 根本不是真笼 丢下这句话 她就决然起身站了起来 留给太后一个孤独的背影 审儿 你回来 审儿 太后大吼 她已经好多年没有喊过自己儿子的名字了 她突然发觉 他们母子怎么成了陌生人了 天色黄昏的时候已经暗了 今天没有夕阳 什么都没有 只有漫天的雪 殷战然睁开眼的时候 天色刚刚黑下来 玉飘雪两条腿被她枕得麻了 然而 她一直忍着 这会儿完全是没知觉了 醒啦 她伸手给她理了理发丝 殷战然嗡了一声 软软的 这个样子真的是少见 嗯 到了 是啊 早到了 怎能不叫鼓啊 见你睡得香就没叫你 让你睡会儿就是了 腿麻了吗 殷战然看着她不动 问了这么一句话 麻了 我坐会儿 缓缓就好了 她也只能承认 不然就这样也下不去马车 殷战然嗡了一声点头 也不动她 两人就这样坐在马车里 你怎么了 最近是不是事情太多 累着了 她提起来就伤心 自己这么爱的人 怎么天天累得跟条狗一样 孤王 殷战然开口 却又不知道怎么说 缓了好一会儿这才开口 皇帝今天说出了少姑的身世 她又拿少姑的身世刺激你 十六皇子那个事 怎么可能 皇帝疯了吗 她最近是有血疯 完全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她还说了 孤王小时候的事 真飞在孤王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想弄死孤王 五岁的时候 将孤王推下假山 皇帝却偷偷跑去 告诉了母妃 殷战然说着今天宫里的事 以及最近的事 皇帝整个人被刺激得疯了一半 而一个疯了的人 本来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 皇帝就不担心你起兵 就算孤王要起兵 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况且 这件事又没证据 难不成孤王还真的造反不成 殷战然低下头去 撩了撩一百 大哥 马车外一个声音开口 赫然是敏少姑 我没事了 回去吧 你看 少姑都来接你了 殷战然嗡了一声 两人下了马车 外头果真是少姑在那里 进去吧 一身血 殷战然抬手给他拍了拍 肩膀上的血 三人迈步进了屋子 一路上 殷战然便在跟敏少姑 说着刚刚的事 果然 敏少姑也是一愣 皇帝自己开口说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大哥 这皇帝是什么意思 探测你不成 孤王也不知道 不过 不用担心 这件事 就当没发生过 只要兵权还在孤王手里 就一切没事 你最近天天忙的 快回去休息 兄弟两人分开后 殷战然便与玉飘雪 回了主院 一路上他心情却十分沉重 连带着一项多话的玉飘雪 也不说话 你去看了绝川吗 看了 嗯 先留着 他抱了我 玉飘雪突然一步 往前一跨 挡住殷战然的路 伸手从腰上过去 一把将殷战然 给搂在怀里 抬起头 脸上的微笑 好像要把这血 都融化了 那就 砍了他手 不用 他已经成了太监 所以你就大方一点了 既然是阉人 那抱一下 又有什么关系 国王自己不吃这个错 殷战然反手 牵着人往前走 玉飘雪跟他说 绝川抱了他的时候 他就觉得没好事 不过现在听来 心情似乎更好了 对了 绝川被困住了 那我明天也可以 一起帮忙找腾素 嗯 好 跟姑王一起 少姑现在武功好得很 就算单独碰上腾素 也不用担心 玉飘雪蹦蹦跳跳地 嗡了一声 两人回去的时候 便将阿大将 温好的饭菜端上来 宫里 太后一张脸 已经苍白得没有血色 她下午被皇帝 气得昏了过去 却在梦里 看见敏妃来向她索命 又被吓得醒了过来 身子太虚了 又睡了过去 这样反反复复下来 天色擦黑的时候 人便坐在床上了 宫女立即端来太医开的药 看着那黑乎乎的汤药 太后也不知怎的 突然想起当年 她带人给敏妃 灌下的那碗毒药 惊慌地一把将药丸打翻 滚 滚 滚出去 太后大怒 她心里的心魔 瞬间涌出来了 她还吃什么药 皇帝已经把当年的事 都说出来了 殷战人手握重兵 现在一定会兵变的 一晚上 太后草木皆兵 她不放心 总是认为 殷战人今晚 一定会带兵进宫 所以便盘山着 要出门去 因为她养病 所以窗户关着 这会儿出来了 才看到外头已经下雪了 夜色暗暗 白雪是唯一的颜色 恍惚间 远处似有一个女子 缓缓走来 那女子一身白衣如雪 就像是从雪里 走出来的仙子一般 走到了太后面前 敏妃 太后惊恐地看着眼前 突然心口一冲 太后一口血吐了出来 两眼一黑 整个人便昏了过去 前面 你看着眼前 人的暗度 未经许可